没困吧 你们已经把我发光了 没什么转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啊 继续上课 那关于顺序表的这样的扩充表 以及基本实现 咱们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顺序表当中的 操作会有两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在于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上午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说过 列表它的从第一个元素插入 第一个位置插入 跟最后尾插入 它的效率是不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这时候咱们就来看一下 顺序表当中增加元素 以及删除元素 在不同位置上面 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看固件当中 这是对于顺序表增加元素的一种方式 先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增加元素 无非就是 你要不然从表尾参加 要不然是从表头 或者是其他位置进行添加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 有一个顺序表了 这个顺序表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申请了八个空间 用来存储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是有四个元素 四个 现在要把第五个元素 111给添加进来 如果说我们采用尾部插入法 也就是说在尾部追加元素 或者说叫做 我pandle的方式的话 那你想 我这时候是不是直接把111放进来就可以了 对吧 这时候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O1吧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然后再看 再看 不看第二个 看第三个 看右边这一部分 看这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给它 还是添加111这个元素 只不过呢 这时候我要再添加到下标为1的位置上 也就是添加到第二个位置 那这时候想 如果说我要把111添加到这个位置的话 原本111这个位置是存在的 是看左边 是不是存在的693的呀 对吧 那我要想把数据放到这个地方 如果直接来存 111693 是不是就丢了呀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要求的 就得把每一个元素 154往后移一位 259往后移一位 693往后移位 对吧 也就是说 要求我把每一个前面的位置上面的元素 往后移 移出来之后的话 就看 原3693在1 我给它放后面 然后259再往后面 154往后移一位 这时候第一号 也就下标为1的这个空间上面 是不是空起来了 我才可以把111存进来吧 对吧 那想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我们说的是最坏时间复杂度啊 是最坏时间复杂度 假如说 看一下 表中 现在一共可以存8个位置吧 然后原先是9个 原先是9个 把前面0到 原先一共是有8个 然后原先存的是7个 也就相当于把0到6 这个空间全部占了 空出一个7位置来 对吧 然后呢 紧接着 我们要在0号这个位置上面去插入一个元素 那你想它要涉及到的操作是什么样的 把从后面一个一个 先把6号的搬到第7上面来 对吧 先把6号的搬到第7个上面来 然后把第5个位置搬到第6 第4搬到第5 第3搬到第4 然后2到3 1到2 这时候0号是不是才空了 然后我把数据换进去吧 那你说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总共0到7 这是8 也就是 这8就是那个n吧 那你说它应该是多少 8 也就是说 它就是n吧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在起始位置去插入元素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n 对吧 也就是说 在对尾跟对头是不一样的 刚刚给大家说的 这是宝序的元素插入 宝序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为了插入一个元素 其他原 其他原有元素的先后顺序不变 693必须在2529之前 这是宝序的 那中间给出了一个非宝序的 非宝序的情况下 看一下 非宝序是不是比较特殊啊 对吧 我为了想把111存到1号位置上来 如果不宝序的话 直接把693移到最后一个位置 把111放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它实际上是两顾吧 O2吧 那O2我们来说 它是不是就是O1啊 对吧 所以是O1的 但是有一点 因为它是打乱原有顺序了 所以基本没有人去用它 很少去用 你要知道有一个非宝序跟宝序的概念在 但是我们通常说的都是宝序的 基本都是宝序的 就包括我们的列表一样是宝序的 然后这个是关于插入元素的 紧接着那你删除元素 是不是同样会设置到这样的问题啊 对吧 看一下删除元素 删除元素的话 我现在要删除谁 比如说现在存了五个元素 如果说我想删除最伪的元素呢 是不是相当于直接把4号154这个给它置零 它就消失掉了 这个时候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O1吧 好 这是关于在队尾 然后我们再来看宝序的情况下 我要想去删除一个元素 怎么办 我现在想要删除的是谁呢 还是把一号位置这个元素给它删除掉 把一号位置这个元素给它删除掉的话 那怎么来做呢 应该把它后面的元素往上移吧 对吧 把693移过来 然后紧接着把2529再往上移 把154再往上移 对吧 那这时候就保证删除掉的一号位置不再空了吧 能跟底下元素是占满的 那你想这个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不是又是O1的 对吧 中间的非宝序还是很好理解的 要想删除一个元素 比如说删除一号位置这个元素 我是不是把最后一个给它放上来替换掉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非宝序删除元素来说的话 在指定位置 那么它同样是O1吧 跟上面插入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不去关注非宝序的 你就关注这个删除表尾 然后在表尾增加和非宝和宝序的情况下 在指定位置 在任意的一个指定位置上面去删除元素 跟插入元素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现在应该知道有O1跟O1之间的区别了吧 好 那紧接着我们就回过图来来看了 我们就回过图来来看了 那python当中我们使用的这个列表 这个list 它到底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实际上这个list 就是用了顺序表去实现的 也就是说用了我们给大家讲的连续存储 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实现的 包括turple元素也是 只不过list跟turple它的区别就在于 list当中的数据是不会修改 而turple是不能去修改的呀 对吧 好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对于list 我们已经使用过的 python当中的列表 它有几种特征呢 看一下 给大家已经列出来了 大家在去使用列表的时候 有一个第一点的特征是 它能够按照下标位置进行索引发 对吧 按下标位置来进行索引 而且我们看过了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吧 好 那你现在想 已经告诉你了 python当中的list 就是拿顺序表来实现的 那你这时候再去想 我给一个下标就能立马把数据给我返回来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现在能理解了吧 是不是就通过一次计算 直接找到便宜的位置 取不来 对吧 所以它是O1的 然后呢 紧接着再看 它是允许任意加入元素的吧 对吧 它允许任意加入元素 而且加入元素的过程当中 表对象的标识不变 这标识代表的是 你去用id去看那个列表 往里面添加 它的id是不变的吧 那这时候的话 它采用一种什么方式 分离式存储的吧 只有分离式的话 它数据区再不变了 再变化的话 上面的表头id是不是也不变了 我们说过吧 它的当中这个id这个值 实际上是跟你的具体的地址是相关系的吧 然后紧接着再看 这里边没有再说采用分离式的 然后我们再想 再想 lease的时候存储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支持任意不同类型的数据 往里面添加呀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又得采用元素外置的方式去做呀 对吧 采用元素外置 也就是说列表当中存储的是真实的地址 然后数据是放到列表之外的 这是这一点 然后呢 它又采用表头跟数据区分离式存储 这是关于list的说明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刚才说了 list的话 因为数据是变化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往里面动态的去添加数据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 list它在去管你的时候 是不是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动态的改底下的数据区啊 对吧 你想一开始我们说了 你列表的时候 大家可以申请一个空列表吧 然后不断的往里面去追加元素吧 而且你追加到多少 它是不是都没有给你进行限制啊 那也就是说 它的数据区是动态变化的吧 好 那刚才忘了跟大家说了一个一个概念 在哪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说涉及到存储区 就是说顺序表里面是存储区 它是可以进行扩充的 那如果说支持扩充的这样的顺序表 我们给它叫什么呢 叫做动态顺序表 那也就意思是说 你数据如果不够了 可以改变一下存储区 换一个更大的空间吧 我们把这样的顺序表叫做动态顺序表 那也就意思是说 Python当中的这个list 它本身是不是也得是动态顺序表啊 对吧 那好 既然是动态顺序表 要进行数据扩充 刚才跟大家说了 在扩充的时候 是不是要涉及到扩充的策略啊 对吧 它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预留多大的空间呢 这是列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Python当中 官方实现的这个列表 它到底采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扩充 它所采用的这个策略呢 在下面呢 在建立一个空列表的时候 系统给分配的一个空间是八个元素的存储区 是八个元素的存储区 它通常会把它这个认为是一个整形 也就是说四个字节 它会按照这样的方式 一开始就给你存储八个元素的存储区 那你想了我们说它为什么是四个字节呢 为什么是四个字节 是不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元素外置啊 对吧 你最终无论存什么数据 在我列表这联系空间当中存的都是地址吧 对吧 你尽管再存多大的这个字符串 实际在我列表当中存的都只是一个地址 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址是不是占在32位积当中 它占的应该是四个字节呀 所以它要申请八个元素的存储区 那你想 所说的八个元素存储区 无论你最终要存什么数据类型 这个存储区的大小是不是就固定的 因为它采用的是元素外置 也就是说一开始要申请八个 然后呢 它在网里面进行插入的时候 如果元素区区满的话 你看一下 它采用的是倍增的方式吧 给你换一个四倍大的 换一个四倍大的 但是你要意识到四倍大的话 倍增是有浪费空间的这个原因在呀 你倍增几次的话 那你的空间是不是冗余的特别多呀 好 那它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办呢 它当到一定的限制的时候 就改变策略了 不再四倍四倍的加了 而是一倍一倍的加 加一倍的 那这个罚值是什么呢 当你存储的达到了五万个元素的时候 它就降下来了 它就降下来了 降成了一倍的 它之所以用这样改变策略的方式 就是避免浪费 空间吧 那你这时候我们知道了 Python当中的列表实际就是拿顺序表来实现的吧 这点刚才已经清楚了吧 好 回过头来看 咱们上午所说的常见的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分析了列表的这几点操作吧 这时候大家再来回头看一下 所以O1能理解吧 复值O1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的 open呢是在对尾增加吧 物需要移动 所以是O1 泡河也是在对尾去移动 移出来一个 是不是也是O1的 那在I 这I是不是就在指定位置上面去添加 那也就要涉及到元素移动了吧 所以最坏时间复杂度是O1吧 好 插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原因 O1 删除呢 删除的O1指的是因为看一下采用元素外置 我左边这部分可以一次性回收掉 但是右边对应的这样的存储空间 我是不是一个一个去回收啊 一个一个删除吧 所以是O1的 然后迭代得好说 肯定要辨理一次 那肯定是O1了 包含呢 包含是我要辨理一次才能知道到底存不存败吧 所以也是O1的 切片上屋已经跟大家说了 是K 删除的话是N 然后底下的逆质 这些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没有影响了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跟大家说的最主要的 你插入位置不同 然后弹出位置不同 那它就有可能涉及到速度快慢的问题吧 现在能理解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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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